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大型玄幻多人精品有声剧《朱仙》 作者萧鼎演播木球 第656集 召唤 趴在肩头的小灰似乎有些不安起来 动了一下口中滴滴叫了两声 张小凡伸出手 拍了拍猴子脑袋 像是安慰了他 小灰随即也安静下来 随后张小凡向前方注视而去 只是在他眼中除了黑暗便一无所有 他看了很久 一折没有动作 折到最后 他的嘴边忽然露出淡淡的笑容 却是闭上眼睛向前走去 才走出几步 突然那一片死亡般的寂静已然被打破 轰的一声 一股炽热支气迎面扑来 张小凡甚至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就像是走入了一个火海 全身的皮肉都在被突如其来的火焰灼烧着 剧痛从身体每一个角落疯狂涌来 整个躯体似乎都要被这狂烈的火海中毁灭 但是他却已经禁闭双眼 甚至在脸上肌肉因为剧烈痛苦而微微扭曲的时候 他的嘴角依然保持着淡淡笑容 他一步一步 居然缓慢却持续地向前走去 尖头 猴子小辉发出了有些惊吓的叫声 听起来十分惶恐 但张小凡随即伸手将他抱在怀里 让小辉的脑袋深深埋在他的胸口 不再向外看去 很快的 似乎是主人的手掌和他胸膛内的心跳声 让小辉安静下来一动不动地趴着 火焰燃烧的声音越来越响 就连身体周围的空气里 似乎也开始弥漫着一种恐怖的胶着味道 身体的痛楚有增无减 每走一步 仿佛都要忍受千万倍的痛苦 只是他的脚步依旧没有停止 缓慢而坚定地向前走着 不知什么时候 感觉中这狂暴的火焰之海缓缓退去了 在他的周围 重新又是一片宽广虚无的寂静 身体的痛苦也随之消失了 在一片静谧中 呼的一声清脆的水珠滴落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冰冷的水珠不知从何而来 从西武之中落下 落在张晓凡脸上 冰寒刺骨 片刻之间 完全没有任何征兆的 隆隆聚想从前方轰然而至 铺天盖地像是无所不在 张晓凡的脑海中赫然清晰地刻画出了那可怖的画面 举陶如龙万丈之高 轰然而下 神河挡在这天地巨威前的东西都如蝼蚁一般渺小 就算是巍峨的青云山也在瞬间被他摧毁吞目 凌冽的寒风瞬间将他的身躯撕裂开去 比刚才烈焰焚身更厉害十倍的痛楚 再次从身体各个角落传来 张晓凡从来不知道 一个人的身体居然会受到如此这般的折磨 会感受到这般剧烈的痛苦 就算是他那坚韧不拔的神经 仿佛也要在这痛楚之前为之崩溃 千万只手再拉扯着他 甚至他已经不能继续呼吸 犹如现身于深海之下 无穷的压力 马上将他压作祭焚 化为祭灭之水 就算是死 死前也要睁眼 看看周围吧 如一盏灯般 这个念头突然出现在他身心处 远远不断地闪烁 像是一种诱惑 张晓凡深深吸气 慢慢地继续向前走 紧闭着眼睛 四面的波涛寒意似乎被激怒一般 顿时越发暴怒起来 轰鸣之声震耳欲聋 像是千刀万寡般的酷刑感觉 接踵而来 张晓凡的额头上 甚至已经布满冷汗 脸色苍白至极 只是他却始终保持着 那一分崩溃前残存的清明 依旧慢慢地揍着 一步又一步 不曾停下 就像人生缓缓前行着 终究不能回头 潮水缓缓退去了 震耳欲聋的刻不响声也消失了 即将重新回到他的身旁 一片虚无中 回响的反复只有他的脚步声 一个人独自前行 小凡 呼的一个声音 在他背后悠悠地呼唤了一声 刹那之间 张晓凡如被雷击 身躯俱阵 面上显出不能置信的神情 竟是第一次的 不由自主地 停住了脚步 他的眼睛仍是闭着 但嘴唇切开始微微颤抖 几分哽咽 几分心如刀割 更有几分绝望 滴滴的 那熟悉的声音 仿佛就在他身后 熟情无限 带着几分他魂牵梦影的 刻骨铭心的温柔 悠悠的道 小凡 你不理我了吗 你回头看看我呀 张晓凡的身体 开始慢慢发抖起来 他的身躯里像是陷入激战 几次三凡想要转过身去 却又苦苦忍耐下来 尽管没有痛苦折磨 然而此时此刻的他 泪尸重山 面目扭曲 竟是比刚才那可不可畏的烈火焚身寒意 更加痛苦不堪 一声声低沉却清晰的呼唤 在他身后轻轻飘荡 仿佛永无止境 这一声坎坷流离 不就是为了那个声音吗 会什么还不会好 他忽然吼叫起来 身体颤抖 牙关紧咬 全身骨骼咯咯作响 终于是到了忍耐的极点 然而似乎这还没结束 除了碧尧的声音在身后呼唤着他 慢慢的 他竟然又听到了其他人的声音 那一些吴不是他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人 爹 娘 普至师父 甜不易 苏儒 无穷无尽 那声音层层叠叠 一波接着一波 在他身后呼唤着 叫喊着 一声往事如烟 一幕一幕闪现而过 千山万水 一人跋涉 暮雪前山 指引独行 他不要孤寂 不要长生 他想要的只是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啊 他抱头痛哭 像一个小孩子一般无处躲藏 泪水滴落 在他的手心又淡淡的温热 周围的无穷无尽的呼唤声 依旧在耳边呼唤着 萦绕不去诱惑着他 让他睁开双眼回头而去 只是那淡淡的温热 却忽然令他颤抖的身体安静下来 这熟悉而温暖的感觉 反复就在不久以前 他曾经感受到过 也曾经有个人 在他濒临崩溃的时候 不离不弃地陪伴在他身旁 在无数个黑夜里 紧紧地拥抱着他 用自己身体的温热来温暖他 也曾经在那一片虚无 昏暗之中 昏迷着他半睡半醒之间 恍惚之中 有那温热的泪水 滴落在他的脸庞 在一片可怕的冰冷世界里 告诉他 他不是一个人 这一生 那千山万水 那墓穴千山 不是一个人 周围的无数声音 突然变得急切起来 像是受到什么刺激 带着几分凄力 向他继续呼唤着 但张小凡的身体慢慢站起 面上痛苦的扭曲 被一股平和缓缓取大 随后他轻轻笑了一下 一股带着深深不舍的眷恋 带着刻骨铭心的思念 淡淡地微笑着 然后他转身走去 将所有声音抛在身后 顺平那声音凄厉叫着 然后在尖利声中 渐渐平息下来 几净终于 再一次降临了 一阵轻轻的咳嗽声 从他身前传了出来 那是一个苍老的声音 带着几分脆弱 几分压抑 原来是你 张小凡站在原地 深深呼吸 慢慢吐出了一口肠气 栩栩栩栩的睁开了眼睛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玄幻 多人精品有声剧 朱仙 喂 你叫什么名字 商小凡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玄幻 多人精品有声剧 朱仙 作者萧鼎 演播木球 第657集 天道 张小凡从来没有想到过 他睁开双眼看到的 会是这样一个世界 面前的一切 根本不是他想象中 一个隐藏在山腹深处的石洞 在他眼前的 是另一个古朗荒凉 而奇异的地方 一片巨大的望不见尽头的 荒凉戈壁 展现在他的面前 没有任何的树木花草 只有生活的岩石与沙土 大风从隔壁上吹过 带着呜呜的尖笑声 头顶之上 是奇异的苍穹 深紫色的厚重云层 将这个世界压得 仿佛透不过气儿来 云层之中 不断有白色的巨大闪电 从天披下 窜过天际 远方最远的地方 是一片暗绿色的光环 那里特别的明亮 像是黑暗的尽头 有璀璨的光辉 更有无数的流星 掠过天际 发出炽热耀眼的光芒 在天幕之上 化作灰红而壮观的星雨 半晌 张晓凡缓缓收回目光 震惊地心情渐渐平复下来 向前看去 在荒凉的戈壁之上 他前方不远处 具有一座祭坛 身辉去十围座 八面具有台阶 上下七层 祭坛之上 有七根十柱 分为七色 每根高达数丈 环保须三人方可何为 虎头人在这祭坛之上 看去直如蝼蚁一般渺小 祭坛中央 还有一只形式古着的古顶 此刻却是有一个人 背靠古顶 满面都是疲倦之色 看上去苍老无比 正向张晓凡看去 张晓凡的身子赫然一震 这看去苍老无比的人 赫然正是当今的青云门长教 道玄真人 道玄真人此刻周围 并无阴寒黑体 看去也远非平时里 号令天下倒鼓先锋的模样 只见他滴滴一直在喘息着 看着鬼力走过来 呼得笑了笑道 想不到 你既然能凭一己之力 走过那条幻月之道 真是了不起 张晓凡默然片刻 转身看去 只见刚才自己的来处 耸立着一道石门 与周围这个世界荒凉景色不同 这高一站宽六尺的石门里 一片黑暗远远望去 似乎隐约还可以看到 那一层水波流转的旋转水雾 似乎那条通道并不长 只是张晓凡看着那片黑暗 挥起刚才的情景 仍是有种心有余悸的感觉 不过片刻之后 他嘴角浮起了淡淡一个笑容 重新转过山来 看着道选真人 面前这个人可以说 是直接杀死了 他生平最敬重的恩师田不易 也间接害死了师娘苏儒 只是此刻看去衰弱 但是并没有丝毫力气的道选真人 张晓凡心中 却仿佛没有任何的报仇的愿望 他慢慢走到道选真人面前 静静地等 你没事吧 道选真人望着他 疲倦的脸上忽然露出 一次奇怪的笑意 却也并不问他什么过往恩怨 反而问了一句 你为何来此地 张晓凡沉默片刻淡淡的 我觉得应该来就来了 道选真人看着他 慢慢笑出声 他笑得越来越大声 摇头笑道 好一个应该来就来了 他笑得肆意而猖狂 仿佛神情也渐渐激烈起来 张晓凡没有去多问什么 也没有打断他 只是静静地看着 好半生 道选真人的笑声才慢慢停下 他的脸色依旧看去十分疲惫 但他的双眼之中 异样的光芒就已经开始 风锐明亮起来 道选真人忽然淡淡地对他说道 你不想为你师父报仇吗 张晓凡没有回答 仍是静静地看着道选真人 他的目光从容而平和 仿佛还带着一份隐约的慈悲 道选他怀中的猴子小灰 却似乎有些不安 动了两下 离开了他的怀抱 重新爬上他肩头坐下 道选真人的身体 似乎轻轻颤抖了一下 他的脸色也慢慢起了变化 疲倦的神情渐渐消失了 目光中那灵力的光芒 反而越来越亮 曾经疲逆世间的那股气势 似乎如潮水一般倒流 迅速地回到了他的身上 那一股可怕而无形的力量 即便是张晓凡站在一起 也可以清晰地 从道选真人身上感觉出来 他缓缓站起身 一丝丝一缕缕的黑气 从他身体里冒出 围绕着他急速旋转 暴力的气息重新出现 他盯着张晓凡再度笑了一笑 而这一次却似乎有些猙獰 还是说你害怕了吗 突然一声巨响 在道选真人身后迸发而出 那一只谷顶 瞬间被一股巨力炸得粉碎 碎块四处飞溅 眼雾之中张晓凡的身影瞳孔 微微收缩 一把断剑 在谷顶原来的位置上 倒插在坚硬的石座里 看去似石非石 似语非玉 行是鼓着 却自有一股威严 赫然正是诸仙古剑 此刻浓浓黑气已经再度笼罩上道选真人 狂笑声中他一伸手 属有灵性一般 朱仙古剑一阵 缓缓自行拔出 飞离底面 落在道玄真人手中 既然你这么没用 那就让我 送你去见你的师父吧 哈哈哈哈哈哈 道玄真人刺耳的拧笑声中 用力握紧朱仙古剑的剑柄 瞬间整座巨大祭坛 围之遗产 一股充沛之极的力量爆发而出 祭坛之上 那七根巨大石柱 像是受到什么召唤 逐一亮起 光芒越来越少 最后化作七道七彩红光 耀眼夺目直窗天际 黄黄红光冲天而起 插入身子云层 顿时祭坛上空的厚重云层 发生变化 无数云层开始急速旋转 电芒此起彼伏地 在云层之中闪烁着 慢慢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裂口 露出天穹之上的真容 张小凡仰天望去 并出呼吸 直到此刻 他才真正明白 为何这个地方 名为幻月洞府 高高的天穹之上 那一道被珠仙古剑 距离驱动的红光破开的裂口里 露出一个闪烁变幻的月亮 翠成黄绿青蓝紫 各色颜色光辉 都在这迷幻一般的幻月上闪动着 发出美丽而神秘的光芒 而当珠仙古剑驱动其根巨柱光辉 射上天界之后 那七色红光 瞬间穿过了云层 融入到幻月之中 顿时 那幻月光辉大盛 七彩光芒闪烁不停 片刻之后 竟是在半空之中 幻化成了一把七彩器件 所过之处 所有的乌云都纷纷地躲避消散 只有不可一世之威势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玄幻 多人精品有声剧 朱仙 喂 你叫什么名字 张小凡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玄幻 多人精品有声剧 朱仙 作者萧鼎 演播木球 第六百五十八集 天道 张小凡脸上变色 这证实他真是太熟悉不过了 正是天下无敌的朱仙剑转 只是眼下 并无满天飞舞的小气节 但在幻月照耀之下 这一把主剑为时 竟仿佛比当时 七脉山峰之上寄出的 朱仙剑阵 为时更大 道玄真神眉目刺客 已经完全笼罩在黑漆之中 冰冷笑声从里面传出 听去更有股 刺寒之意 这幻月动服之中 对着张小凡 剑位落下 狂逢一致 张小凡心知这等 毁天灭地之威 绝非人力可以应接 身形一纵便于傻壁 不料天上幻月闪烁 在他身形浮动之际 一道红光已然照相 对着迁如泰山压顶 竟是将他整个人 生生地压了回去 且压力之去 竟令他站立不稳 整个身子 缓缓地跪了下去 立脚之处地上 卡卡之声 隆隆传来 以张小凡为中心 几十丈方圆之内 地面传眼间 军力无数 绝见未知而为是如此 诸仙古剑折断之后 其在幻月之下 威力竟仿佛更胜往昔 以此可不知力 当真 就算真的大罗金先到此 也要灰飞烟灭 只不知 如此可不可畏之归力 怎么会存在于世间 张小凡 虽然此刻到行极高 且经历生死彻悟之后 心智轮魂 修行远更近一层 奈何这诸仙之力 断非人间所有 非人力所能敌的 他竟是束手无策 只得轻叹一生 束手待毙 只是这生死关头 他心中却是一片沉浸 没有丝毫的恐惧 就像是将要回家一般 嘴角露出淡淡的笑容 师兄 路上发了 不过好像天意不与他 如此而往 在张小凡自己放弃的时候 却另有一个声音 在远处响起 这声音年轻而平静 但话声之中 听起来却给人一种 隐隐的激昂与飞扬的感觉 仿佛说这话的人 随便说上一句 便可以轻易地打动人心 让人热血沸腾 你 万世帝 灰天灭地 神魔也无法阻挡 诸仙之力 突然间生生顿住了 那看去反复掌握天地 生沙大全 僻腻一切的道玄尊人 此刻面上黑气突然散去 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 恶然地盯着桂立身后 连声音都变得嘶哑起来 张晓凡身上的压力呼得散去 随即脚下那些军力 也悄无声息地自动合拢 就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 他来不及去惊讶这些 一个急转身 向后望去 一个白色身影 站在他刚才进入这个世界的 那扇石门之下 那是一个年轻而英俊的青年 见眉心目 脸上带着淡淡温和笑意 但一双眼眸之中 却仿佛始终散发着一股 舍情戒 戈壁上的大风吹过 他白衣飘飘 说不出的潇洒 只是随随便便那么站着 张晓凡却忽然有一种 从身心中静伏的感觉 仿佛只要他说一句话 自己便是跟着他 纵横天下 铁血沙场 也是心甘情愿了 天际苍穹 双月闪烁 曾经的青云双焦 在这迷幻一般的岁月空间里 在错乱而迷失的记忆中 再度重逢了 道玄真人的身体 开始慢慢颤抖起来 高居的朱显古剑 缓缓垂下 他一步一步走下祭坛 走下那个白色身影 再也没有看张晓凡一眼 白衣飘动 英俊的脸庞 正如记忆中那段热情的岁月 散发着年轻的光芒 那光芒温暖而炽热 曾经核实 是他身心中 也最可敬的地方 他眼中干枯的眼中 缓缓有热泪涌动 师弟 真的是你吗 那白衣青年站在那 没有离开石门的范围 脸上微笑着 对道玄真人道 师兄 你好啊 我们好久不见了 道玄真人的身子摇晃了一下 虽然还握着朱显古剑 但他身上的黑气 在他看到万剑一的身影之后 就迅速地消退了 只是与此同时 那张晓凡最初看到石 深深的疲倦之色 又重新回到他的脸上 他仿佛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苍老了十岁 就像是体内的生命 被手中的朱仙 给稀释而去了 只是道玄真人 显然完全没有注意到 自己身体的变化 他全部的精神 都放在那个神秘出现的 白衣青年身上 他慢慢地伸出手去 去触摸那记忆中的身体 师弟 他的声音 半途而中断了 他的手 穿过那个躯体 什么都没摸到 除了虚无 道玄真人一个量枪 似乎立足不稳 在伸手扶住石门之后 才勉强站住 口里大口喘息着 但眼中 却掠过了绝望 与伤痛之色 如浮光掠影 刚刚因为他伸手触摸 而消散的白色身影 又悄无声息地 出现在他眼前 只是仍然没有离开 那扇石门范围 那个青年的影子 依旧微笑着 说道 师兄 你为什么还不清醒呢 道玄真人 抬头望去 眼中一片迷惘 喃喃的 清醒 什么清醒啊 白衣青年凝视着他 静静说道 师兄 你聪明一世 早该大扯大悟了 放下吧 放下这对俗世的眷恋 放下对力量无用的追求 你我二人 当年一同修道 所谓的 难道是这些东西吗 道玄真人的身子 慢慢发起抖了 此刻他看去已经完完全全 是一个衰老的老人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在迷惑中拼命挣扎着 想要看清楚前方的路 我们 修道 为了什么 那白衣青年 又露出了那温和的笑容 他脸上神情如此温暖 以至于连站在一旁的张小凡 都为之震惨 只见那白衣青年 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轻轻一甩绣袍 一阵清风 从衣巾之间吹过 将脚下细细沙尘 都吹得无影无踪 只剩下空空如也 诸仙古剑 暗运无上法力 足以毁天灭地的诸仙古剑 从道玄真人手中跌落下去 像一把再普通不过的人间长剑 破铜烂铁一般 摔在地上 道玄真人脸上 慢慢露出笑容 那笑容平和而沉静 与白衣青年面上笑颜一模一样 他滴滴淡淡地说着 我真是 傻呀 至少等了这么久 才明白过来 走上一步伸出双手 似乎想拥抱什么 但是片口之后 他的身躯慢慢倾倒下去 无力地摔倒在地面之上 所有的生命从那具躯体上消散而去 只是无论如何 却终究夺不去道玄真人面上 那淡淡而温和的笑意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玄幻 多人精品有声剧 朱仙 喂 你叫什么名字 商小凡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玄幻 多人精品有声剧 朱仙 作者 萧鼎 演播 木秋 第六百五十九集 天道 天地寂寂 刹那间只剩下 远方呼啸的风声 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 此刻就这般静悄悄地去了 张小凡默然站在一旁 看着这发生的一切 白色青年的身影 有些模糊起来 但并没有消散 相反的 他沉默地看着 道玄真神的遗体 过了一会儿之后 转过身来 看向张小凡 张小凡心里多少知道 这个四幻四针的白衣身影 是什么身份 心中不由自主地 浮现出一股崇敬之情 低声道 前辈 那白衣青年 仍是带着文和的笑意 看着张小凡的眼神中 带着几分欣赏 微笑道 孩子 你好 你真的很好 张小凡一时没明白 他为何夸奖自己 也不知道 他话里的好姿势是什么 不觉有些恶然 但那白衣青年 却似乎并没有打算解释 手上轻轻一挥 只见原本 躺在地上的诸仙古剑 忽然像是被一股 无形之力拖住 飞了起来 白衣青年 凝望着这把古剑 随后看向张小凡 静静地说道 孩子 这诸仙之力 是夺天地造化之玄奇的 无上法力 可以诸仙灭魔 毁天灭地 本不应存于人间 但它既然 已经在事了 便终究需要一个主人 说话之间 朱仙古剑 如轻飘飘浮平一般 却是被风送来 飘到张小凡身前 张小凡愕然 看一下那白衣青年 一时经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万上 才到 前辈 前辈 你以为 你为何能来此地 其实 都是此件 召唤你来的缘故 所以说 你才是有缘之人 前辈 你与道玄 师伯二人 都是精彩 绝艳的奇才 盖世聪慧 万中无异 胜过弟子 不知千倍万倍 你们二位 都无法真正掌握着 朱仙之力 弟子愚钝 如何能担此大人 担不担得起 你拿起这把朱仙古剑 便知道了 这朱仙之力 并非人间繁俗之物 自然也非常人道法 可以掌控了 张小凡一昼 望向白衣青年 前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自古以来 能有机缘贯通 五卷天书 有四卷者 也只有你一人而已 若非如此 天下生灵亿万 为何只有你 能感觉着 朱仙古剑的召唤新语 什么 难道前辈 你的意思是说 是 朱仙古剑就是 正是 朱仙古剑 就是传说中的 第五卷 天书 白衣青年微笑点头 霍尔面色又是一样 但很快就又恢复平和 这却是为何 朱仙古剑之力 远超凡武 掌控者轻易 就能避逆天下 缩向皮尼 如此可谓 可不之力 一旦在手 往往 便会不自学 沉溺其中 到最后 反而心魔反觉 反成了 朱仙之力的奴仆 当年 我与道学师兄 便是自信天下无双 悟空一切 说不止到了最后 终究 都没有 抵挡了心魔 只有真正经历了 千难百劫 挫折失败 一颗心 百炼成钢的人 才是这 朱仙之力的 真正主人 朱仙古剑 缓缓飘到 张小凡面前 原处白衣青年的 身影开始晃动起来 渐渐模糊 但他的声音 仍是清清楚楚地 传来 孩子 好好掌握 这个力量吧 等你真正明白了 天书里 那句话的意思 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下一个白影消散 几乎是在同时 张小凡 速容缓缓伸出手去 抓住了 朱仙古剑的剑柄 五指合拢 轰一声 犹如惊雷 突然在耳边炸响 将整座苍穹撕裂开去 电芒乱窜 风云滚动 天际苍穹之上 幻月光华大盛 奇才闪耀不停 汇聚成一只 巨大光柱 从天而降 将张小凡的身影 笼罩其中 一声长啸 深入云端 张小凡倒飞出去 落在那祭坛上 七根彩色 齐柱同时亮起 光柱如龙 在半空中 矫健翻腾 似乎在欢呼狂笑 光华深处 张小凡的身影看去 仿佛有些模糊起来 只是依稀看到她的动作 慢慢地将诸仙古剑举起 随着古剑升高 天穹之上 风云旋转越来越急 那柄代表着绝世诸仙之力的彩色器件 再度出现 闭逆世间 不可一世 在那天际巨荐的周围 在那幻月光华照耀下 空旷的虚无天地间 赫然缓缓献出一列巨大的金色字体 每一个都高达百丈大小 从天际直下地面 壮观之极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雏狗 风云激荡 天地萧萧 光滑深处那一道目光 神神望着天地苍穹 青云山 通天风 从通天风上眺望出去 远处的天空 再没有往日那种 万里无云的蔚蓝空旷 此时此刻 一股暴力的血红光影 笼罩天际 化作沉沉乌云 正向着通天风这里压过来 青云门内 一片混乱 魔教这一次突然入侵 势头凶猛 非任何人可以预料 短短数日之内 正道已然元气大伤 精英失去八九 最可怖的 便是这十中八九的 正道精英 竟然是被魔教鬼王宗 那不知什么神秘诡异的邪恶术法 尽数迷了心智 反成了鬼王坐下的打手 柳琴不认 反升过来 对正道道有大肆杀戮 原先正道 对着魔教的绝对优势 都然间乾坤逆转 而鬼王似乎 还嫌这不够一般 更大师邪法 竟然将前去青云路中 那集青云山山脉附近 所有百姓居民 尽数都迷惑心智 成了他手下之洞杀戮的凶器 人数已超过十万之众 威势之大 竟比当年的一场 号称天地巨洁的受妖之灾 更胜一筹 而青云门这里 不过是青云门本门弟子 以及正道中残存的一些道友而已 名门大派精英 一数为之一空 就算是天阴寺这等巨部门阀 此刻也不过来了十几位僧众 其中有方丈普洪上任 普洪神僧 还有年轻一辈的法相法善等人 在一众和尚群里 另有一个干枯老僧 沉默寡言 一直站在普洪上任身旁 闻听到天阴寺众僧来的 青云门当中 当即一阵怂动 多少年来 天阴寺一向与青云门交好 每当大难 居士并肩欲敌 当下众人纷纷迎出 只是看到天一字众僧之后 不禁都为之哑然 还在青云门众人前头的 除了长门暂时处置事物的消逸才外 便是如今青云门辈分最高的 峰回峰首座曾书长 和小竹峰首座水月大师了 曾书长放眼看去 只见天一字众僧看去 面上有风尘之色 倒也罢了 但大多数僧人身上 居然都带着血迹斑痕 显然来到这里之前 已然经过一场 或极场苦战 在联想到 天一字僧人之中 居然只来了这些人 难道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玄幻 多人精品有声剧 诸仙 喂 你叫什么名字 商小凡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玄幻 多人精品有声剧 朱仙 作者 萧鼎 演播 木球 第六百六十集 天道 曾书长踏上一步 迟疑一下道 普洪大师 你们是 普洪大师倒是十分平静 何时回礼 此番浩劫又起 天下生灵涂炭 彼此僧众 源于拯救百姓苍生 奈何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多半弟子都已经往生了 阿弥陀佛 说吧 轻轻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曾书长哑然 玄机面上露出沉痛之色 小义才强作镇定 虽然一颗心也慢慢地沉了下去 但还是强笑的 不管怎么说 诸位大师来了就好 先请进去吧 普洪大师等天一寺众僧 何时达礼 当下众人纷纷走回了玉清殿上 众人身后 远处天气之上的血色红云 又压尽几分 水月大师走了几步 忽然若有所觉 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跟在自己身旁的陆雪奇不知何时 走到石阶旁边的栏杆旁 迎来远眺 正正出神 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水月大师刚想喊他 呼得神色一暗 像是想到什么 悄悄地走了过去 走到陆雪奇身后 柔声叫了一声 雪奇 陆雪奇身子一动 惊醒过来 回过头看了一眼水月大师 低声道 是 师父 弟子这就进去 说吧 他转身正欲走向玉清殿 谁知 水月大师面上神情掠过一抹 疼惜之意 伸手去着抓住了陆雪奇的手 拉住了他 陆雪奇有几分惊讶 转过头来 师父 怎么了 水月大师轻轻叹息一声 看着左右无人 压低了声音 轻声道 雪奇 你现在走吧 师父 你让弟子去哪里 陆雪奇一震 水月大师转向远方 看着那片胸里的红云滚滚压来 万大道 离开青云山 到你想去的地方 和你心里想念的人在一起 好好过一辈子吧 不要再回来了 他慢慢地转头 看向陆雪奇 陆雪奇脸色白了一下 眼中呼得泪光闪动 但片刻之后 他终究还是缓缓摇里摇头 低声道 师父 我不走 我要和你在一起 傻孩子 师父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就算死也没什么 可是你还这般年轻 又有真心眷恋相爱的人儿 听师父的话 离开青云 去和他在一起吧 水月大师苦笑一声 陆雪奇被指紧咬牙关 嘴唇轻轻颤抖着 似乎水月大师的话 对他来说 是一个仿佛令他 根本不能拒绝的诱惑 魂牵梦营 刻骨铭心 不都是为了那样的生活吗 只是他终究还是慢慢地 像是艰难无比 但终究还是缓缓摇里摇头 然后转身 向着玉清殿内走去 水月大师 看着他单薄而脆弱的背影 一声长叹 缓缓摇摇头 神色创染 站在原地停了片刻 他轻轻叹息一声 也向着玉清殿内走去 走到一半 呼得他又停了下来 向玉清殿远处的 另一角栏杆处看去 只见在那个僻静地方 却另有一男一女 悄然站在一起 笛声细语 也不知在说些什么 而那二人 女的正是水月大师 坐下弟子文明 男的是大竹风宋大人 看他们二人神色 隐隐柔情 并没有多少 对死亡将临的恐惧 反而像是 更加真心眼下 短暂的光阴一般 至少他们脸上的神情 都带着淡淡温和的笑意 水月大师心头 像是又痛了一下 看着那两人许久 漠然无语 慢慢走进了玉清殿内 玉清殿上 众人已然落座了 浦红上人得高望重 众人推他坐于主位 但浦红上人坚决不救 最后还是将空位空着 众人在两旁依次坐下 曾书长咳嗽一声 说道 大师 请问天音寺附近 难道也被魔教妖人侵袭了吗 我佛慈悲保佑 妖邪魔爪 暂时为伤害天音寺附近的百姓 彼此僧众是听闻了魔教妖人 重新造孽杀生 为保护天下苍生 这才前往阻挡 不料此番魔教妖法如此厉害 竟是害了众多弟子 老纳罪孽深重啊 清云门众人面上都浮现出痛惜之色 大师不必自责 诸位过世师兄似得其所 当今往西方极乐 眼下当务之急 还是要应付当前危局才是 朴红上人叹息一声 点了点头 玄节面上露出希望之色 看向清云门诸人 说道 眼下局势危急 苍生正处水深火热之中 方言天下 唯有贵派玄师兄 施展诸仙剑阵 大战神威 方客扭转危局 拯救众生 拜托了 说办何时深深失礼 谁知此言一出 清云门中众人都是面面相去 一个个目然无言 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很快朴红上人就发现 情势不对恶然的 怎么 大师有所不知 我们清云门中也有变故 恩师他老人家已经 失踪多日了 萧义才苦笑一声 天银子众僧一阵耸动 普洪上人恶然的 怎会如此 事到如今 我就不瞒着诸位大师了 自从当年妖兽浩劫 恩师施展诸仙剑阵退离之后 他老人家就变得有些奇怪起来 形势大意往常 本来古怪一些 也没什么的 但恩师他老人家做了一些 奇怪的事情之后 就此失踪 便再也没有消息了 萧义才面露无奈之色 普洪上人抹然无言 正正说不出话来 道玄真人一身修行神通 天下侧目 怎么会变做这般模样 真是匪夷所思 但萧义才等人显然又不是说谎 看他们一个个面色尴尬 想来那口中奇怪之事 也并非是可以轻易容忍的作为 但最重要的 却是道玄真人失踪之后 眼下却该如何 普洪上人呼的神色一动 抬头向青云门重燃道 那不知朱仙古剑可还在否 鬼派之中是否另有贤达高人 可以摧持着朱仙剑阵 大师有所不知 朱仙古剑 向来是由我青云门掌门真人一人保管 代代相传 外人并不能接触 此外 摧持朱仙剑阵 需要太清神通 非爵士之才无法修道 我等惭愧 有心无力呀 普洪上人最后的一些希望都破灭了 正了半赏 低声道 若当真如此 岂非败局已定 天下苍生 果然大祸临头了吗 青云门重燃莫不作声 一个个都面色凝重 低下了头 玉清殿内 空气一时凝重无比 谁知就在这时 突然从远处隐隐地 传来一声绝望的叫喊 随后一片胸里嘶吼咆哮之声 犹如万千野兽隆隆传来 一个面带绝望之色的青云弟子 跌跌撞撞冲进玉清殿 颤声叫道 莫 莫将要人杀上山来了 所有人瞬间一直站起 各个面露惊恶与不可置信的神色 慢慢的一股绝望的气息 弥漫在这个气势 灰红的玉清殿上 难道真的就没有丝毫希望 就此殉灭一切吗 人群背后 陆雪奇悄然转身 向着远方摇望而去 她的脸上没有恐惧 有的只是淡淡的温柔的思念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玄幻多人精品有声剧 朱仙 喂 你叫什么名字 商小凡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玄幻多人精品有声剧 朱仙 作者萧鼎 演播木球 第661集 朱仙 靴泽红芒 折天蔽日飘了过来 同田风上看去 整个天幕都变做了血红色 暗红的乌云滚滚翻横 让人看着 并有一种 透不过气儿来的感觉 在这片红云之下 什么东西都被染做了红色 天是红的 山是红的 云海上飘动的云气是红的 红条上留下的水珠是红的 甚至仿佛连凛冽的山风吹过 仿佛也是红的 浓浓的血腥气从风中吹来 弥漫在通天风上 无数个身影正从通天风下 从四面八方向上攀爬而来 密密麻麻几乎看不到有缝隙 到处都是人影 每个人的眼中都闪烁着红色的异样光芒 看着这些已经疯狂的人群 其中大部分人 从身上衣着来看 都是青云山下居住的普通百姓 然而寻常百姓 又岂能像这般行动 矫健 攀爬如猿猴 这其中古怪 自然便是在夺取他们心智的 那诡异血盲中了 不费垂毁之力 便可拥无数大军 且就算迷惑的寻常百姓 通过四灵血阵 也能激发他们十倍的生命潜能 这般算取 魔教鬼王 竟当真是找不到任何 可以破解对付的方法了 一个疯了的寻常百姓 青云门中任何一人 都可以不放在眼里 但一百个一千个呢 更何况眼下的足足 有十万之多 满山遍野如一群疯了的 蚂蚁一般冲上来 只令人心底发寒 在那无数疯狂的人群中 还有为数 不少在天上血盲照耀下 显得特别活泼 他们的导航显然 远远超过周围那些 如蝼蚁一般的百姓 飞腾欲见 修真道是能做的 他们都会 且道行更是极高 有许多已经胜过 守卫的青云门弟子 这些人自然便是 之前数场战役之中 为鬼王夺取心智的 正道修真了 有了这许多高手驻战 加上几乎无穷无尽的 疯狂人流 魔教的攻势 犹如巨韬拍烂 势不可挡 一片鸿芒照耀之下 防守在云海上的青云门弟子 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 就已经败退下来 纷纷退上红条 没过多久 搜搜之声不绝于耳 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魔教大军 已然将空旷巨大的云海平台占据了 放眼望去 原本云气缥缈的仙境 如今神头所动 狂吼死海之声 此起彼伏 只如地狱恶鬼一般 到了后来 更多的人纷纷挤上此处 简直已经没有插桥的地方了 而天幕之上 一团比天空红影更深邃百倍 看去犹如一个血球的大红光团 缓缓飞到云海平台上空 从里面传出了一阵狂笑之声 千云门的废物们 如今终于知道老夫的厉害了吧 道玄哪 道玄你这个狗残为何还不出来 你不是想来要拯救天下苍生吗 诸仙剑阵 不是天下无敌吧 咱们如今 却当了缩头无归 不敢出来了 笑声放肆而猖狂 几乎有歇斯底里 少其中暴力之气 去令整座青云山通天峰上 笼罩在一片绝望的气氛中 不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魔教大军的攻势却见时迟缓 原因无他 只因通天峰上正道诸仁凭借地利 死死守住了虹桥 虹桥乃是天造地设的奇景 如今却成了魔教大军难以逾越的天欠七险 弱大的桥面平时还算开阔 但此时对于十万魔教大军来说 简直与独木桥无异 那些疯狂而丧失理智的人 纷纷冲上桥面 但片刻之后 就只听啊啊啊尖叫之声不时响起 却是有人收脚不住 又或者是太过拥挤 生生被推向红桥之下的屋底深渊 快速化作一个个黑点 被深深的云海所吞没 而正到这里 原本是被魔教大军突袭 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加上的确实力差距太大 所以在云海之上才转眼崩溃 但此刻 原先聚集在狱青殿市的精英 纷纷加入战团 战力大胜 只看着虹桥这里半空 纵横挥舞的法宝豪光 已然强过刚才不知道多少倍 魔教人数虽多 但能正面打斗的只有少数十几数十人而已 而绝大多数魔教大军都是鬼王利用四灵血阵的妖力 遇见飞行 是以魔教双势虽胜 大多半人却只能傻傻站在地面向前冲去 碰到铜田风闪红桥这种天欠 便只能徒乎奈何了 虽然人群之中 还有不少被夺去心智的修真之事 也能遇见飞起在板空相搏 但终究只是少数 正到这里一面家派人手 随随守住红桥桥头 一面分派高手对付那上述飞跃而来的魔教高手 以多打少 都是转眼间就压制了下去 如此这般 撑到这方居然缓慢地稳住阵脚 将局势搬了回来 反观魔教那边 无数眼冒红光疯狂的人张牙舞爪 却只能拥挤在小小但漫长的红桥之上 进不能进退不能退 时间稍久 骚动越来越是厉害 竟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落下红桥 就此丧命 看那纷纷落下的黑影 竟似乎比正到中人 手下杀死的人数还要多上许多 这凡情景自是打出魔教这方的意料之外 而正道则是士气大胜 虽然此刻局势仍是不容乐观 但终究比刚才那突然开战时的兵败如山倒 要好得多了 只是这种些许的希望并没有在正道中人心里存在多久 在魔教大军被阻拦在红桥一端之后 天际苍穹中那诡异的巨大雪球就缓缓越过云海平台 飞到红桥上方 赤红的血盲昏吞吐伸展着 家磅空中像是一个张牙舞爪的可怕恶魔 翻滚生腾的血气都在急速旋转着 天刻之后 从巨大的雪球之中 突然向着通天风红桥一端的正道人群中 设下十几道血色光柱 天阴寺曝红上人等人之前 已经与魔教交过手 是已看到那巨大雪球飞上来的时候 脸色便已凝重 此番看到那奇异光柱照下 扑红上人脸色更是大变 急声大喊着 快闪开 那光柱正是妖人蛊惑心智的东西 众人听了都是纷纷变色 走壁不迭 但正道众人密集守着红桥桥头 抵御魔教宫时 天上光柱射下的速度又快 一时间哪能够完全躲避 只是几声惨叫发出 却是已经有几位正道弟子走壁不及 被血色光柱笼罩其中 顿时指尖那数人身躯于大阵 随后面孔扭曲 动作变得缓慢僵硬 双目之中慢慢发出红色的光芒出来 旁边有人还不明白情况 有的是同门好友 情急之下不顾一切冲上前去 想要将受害之人拉出来那个光柱 谁知那光影之下 人瞬间翻脸 竟是反手无情 纷纷手持利刃法宝 劈砍起周围的人去了 其中冲上救人的那些人 有好几个反而是这般不明不白的死在了好友手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玄幻 多人精品有声剧 朱仙 喂 你叫什么名字 商小凡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玄幻 多人精品有声剧 朱仙 作者 萧鼎 演播 木球 第662集 朱仙 惨呼声 惊叫声 顿时此起彼伏 朴仰上人面色铁青一咬牙 顾不得佛门戒律 大喝的 将这迷了心智的道友 杀了 说吧 他脸上痛楚之色一掠而过 只是此刻绝非忏悔的时机 青云门道玄真人不在 在场的正道中人 便手推朴仰人德高望重 他也明白 此刻局势已然坏到极点 能多撑一分是一分 当下也不天让 站得出来大声指挥 在他话语呼吓中 正道中人纷纷赶上 总算是将那几个迷惑心智的人除掉了 算是暂时稳定了局面 只是一股阴霾 此刻已经完全笼罩在戴上所有正道中人心口 就在刚刚不久之前 这些人还是和自己并肩而战的战友 转眼前 却只能刀刃相加 那么下一个诱惑是谁呢 诱惑者说 我仍是自己被迷惑心智之后 像是得到什么刺激一般 蜂拥而来 拥挤在虹桥之上的魔教大军 纷纷狂叫起来兴奋无比 而趁着刚才那道正道中人的小小混乱 一脚逼魔教爪牙竟然冲下虹桥 扑红大蛇连忙 鹤令围剿 这些魔教爪牙虽然本事凡人 但此刻魔化之后 大都力大无穷 也取底坚韧许多 情愿门中寻常弟子 法宝仙剑看得上去 竟然许多时候 不能及时杀死 被他们生生拖住了片刻时间 也就是趁着这短短间隙 天空之上血球呼啸 其中狂笑连连 转眼间又是几道光柱射下 红芒闪闪诡异之际 蹲使正道中人纷纷走避 谁也不想变作眼前那样 活生生如行尸走肉一般的人物 这一下虽然朴红大师极力指挥 但正道中人已是大乱 红教之上魔教大军狂呼连连 压力越来越大 参与几个苦苦支撑的正道中人 左肢右拙 终于是支撑不住 只听红红脸响树声 几句身体都被打飞出去 正是刚才守在红桥边上的正道弟子 瞬间如巨大崩溃 狂暴人潮轰然涌下 凶狠的嘶吼咆哮声中 无数魔教爪牙蜂拥而上 顿时正道中人被冲得七零八落 整个房线已然完全被冲垮 人间地狱 仿佛就在眼前 所有人的心间都只剩下绝望二字 在无穷无尽的疯狂神潮之下 多数的正道都被分割开来 往往一个人就要面对数十个可怕而恨不畏死的敌人 每一个人都在奋勇杀敌 因为不杀敌人 自己就要被砍作肉将 天气红云闪烁 血气蒸腾 那骄狂的笑声似乎越来越响亮 充满了质得意满 陆血气也在人群之中厮杀着 天涯神剑闪烁着淡蓝色光辉 在他身边上下飞舞 每一道清冷光辉掠过 都会有敌人吼叫着失去生命 只是一个敌人倒下了 转眼前就有两个 三个甚至四个五个扑上来 他一身的拔衣 此刻都已被鲜血染作红色 渐渐的 他的动作挥舞得越来越慢 手臂也仿佛变得越来越重 身边不断迸发出的绝望嘶吼声在他耳边 也已经开始麻木起来 他早已不知自己见下 夺走了多少生命 只是凭着本能 竭力地自保着 更多更多的魔教爪牙 扭曲着面孔 疯狂地眼神扑了上来 他咬着牙关 拔剑横扫 将身前三个扑来的魔教爪牙逼退 刚向招架左边看来的一柄大刀 呼得脚下一软 竟是身体脱力软了下去 陆学奇心中大惊 用尽余力向旁边一让 然而瞬间只觉得眼貌惊心 一阵眩晕 颜柯之后坐监处 猛然一众剧痛传来鲜血飞溅 这痛楚反而激发了他体内残力 背齿紧咬 陆学奇反手一剑 天涯神剑势如破竹 当时将那敌人砍翻在地 但同一时刻 周围数十个刻步身影 已然扑了过来 陆学奇心中略过一阵绝望之意 只是这个时候 他脸上却没有恐惧害怕的神情 在遮天蔽日的血盲下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 像是任命一般 闭上了双眼 手一转 天涯神剑清光大盛 他口中滴滴叫了一声 小凡 游游声中 天涯神剑向着他白皙的脖子抹去了 眼看陆学奇就要降消欲云 危急关头 呼得其风呼响之声掠过 一股大力从背后冲到他身旁 一把抓住陆学奇的手臂 显显将那天涯神剑 再离陆学奇脖子三分处给拦了下来 顿时狂逢暴起 来人竟是以无形气劲 将那些扑来的魔教照牙 尽数震飞出去 陆学奇吃了一惊 睁眼看去 却只见救了自己一命的 乃是恩时水月 水月大师脸色看去也并不甚好 显然也是消耗了不少缘体 就连身上也有好几道伤口挂了惨 师父 陆学奇叫了一声 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水月大师虽然逼退周围敌人 但脸色灰霸 看去也气喘吁吁 只是他眼中目光仍是坚定 大声对陆学奇道 学奇 活下去 记住师父的话 好好活下去 话未说完 忽然间水月大师身躯大震 脸色瞬间没了血色 陆学奇大师一惊 惊声道 师父 你 你怎么了 他的声音忽然哑了 一柄风水的长刀 带着鲜血痕迹 从水月大师胸口透出 水月大师身体摇晃一下 呼得怒吓一声 猛然转身一掌拍去 当时将身后偷袭之人击出数丈之远 鲜血狂弯 眼看是不活了 而那人也是汉勇 虽然失去性命 但身体飞出 手上竟仍是紧抓长刀不放 只见血光宝剑 刀离人身 水月大师一声痛哼 身子在原地转了两圈 终于是支撑不住 倒了下去 陆学奇脑海中瞬间一片空白 也不知体内哪儿涌上的力气 天涯神仙光华大圣 如怒放冲天 当时将方圆一掌之内的魔教 爪牙尽数逼腿 其间血肉横飞 不知有多少杀人走壁不及 死在了天涯之下 他逼腿磨叫爪牙之后 凉凉呛呛冲到水月大师身旁 一把抱住水月大师 泪眼朦胀胀哭叫着 师父 师父 你怎么了 你别走啊 水月大师胸前伤口太深 鲜血全喷而出 一眼就看出已然回天无数了 就连眼中神光 也在快速散去 只是他仿佛仍是听到心爱弟子的哭喊声 苍白脸上露出了最后的一丝笑容 看着陆雪奇断断续续地说道 雪奇 记住 好好 活下去 一个句子勉强吐出 水月大师像是丧失了所有力气 身子微微一震 随后软了下去 一双眼睛 也缓缓合上了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玄幻 多人精品有声剧 朱仙 喂 你叫什么名字 商小凡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玄幻 多人精品有声剧 朱仙 作者萧鼎 演播木球 第663剧 朱仙 陆雪奇 如舞雷轰顶 整个身子摇摇欲坠 然而周围的魔教中人 是不会给他施签的 只趁着这片刻功夫 又是大群 又是大群敌人扑了过来 陆雪奇 脸色傻白 像是仍接受不了师父 在面前去世的事实 又像是终究是散去了 求生欲望 慕然没有反抗之意 但身旁突然冲过来一个人影 将他在危险之中拉了开去 陆雪奇身子一震 转眼看去 却是满身同样染血的 世界文明 陆雪奇心中一酸 哽咽着说道 世界 师父他 他 文明也是双眼含泪 但仍是仅咬牙关 一箭逼退身前之敌 紧紧抓住陆雪奇的手 大声喊道 师妹 与师父的话 我们要好好活下去 陆雪奇身子一震 回头像逐渐淹没在魔教人群之中 但已经失去生命的身影 最后看了一眼 像是两团火焰 猛然在眼中燃烧起来 一咬牙 他终于是再度挥舞起天涯神剑 与文明背靠着背 用尽身体每一分力量 奋力地厮杀着 坚持着 为了每一分活下去的希望 苦苦支撑着 削瑟红芒 依旧铺天盖地般汹涌而来 不见有丝毫阳光 狂暴的战场上 已经变作了人间地狱 正道中人战死得越来越多 便在这时 忽然红桥边上的碧水 寒潭里一声长啸 水波泵裂 一只巨大的灵兽轰然月初 正是青云门镇山灵兽 水麒麟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的 水麒麟已经张牙舞爪 冲属魔教秘籍的人群之中 利爪飞舞 巨口狂事 这一下顿时间魔教阵势 冲得大乱 犹如一个庞然大物 就算是再凶害的人 也会本能地心生恐惧 纷纷走壁 水麒麟突然出现 正是给了几乎 就要全军覆没的正道中人 一个喘息之机 许多魔教罩牙 纷纷回身 冲向那头取寿 冲压之下 几乎就要支撑不住的 许多正道中人 都是教兴逃过一届 眼看那水麒麟 在魔教人群之中 左冲右突所向披靡 绝望叫喊声此起必复 风头竟是一时无两 正道那边 都是趁着这个机会 退上了玉清殿上时间 陆雪奇与文明 也都早已几乎完全脱离 文明道行 比陆雪奇还差一筹 面前敌人暂且退去 没了那股杀敌的气 他竟是几乎连十阶都走不上去了 陆雪奇比文明 也好不到哪去 但到底两个师姐妹 还是互相搀扶着 勉强走上玉清殿 只是一看周围 二人心中 都不禁生出几番良意 站在玉清殿前的正道中人 一眼看去竟还不到百人 而且个个身上带伤 血迹斑斑 二人对望一眼 都看见对方眼中的绝望之色 水奇林纵然神勇 但在魔教妖法之下 又岂能长久 果然 水奇林虽然开头神勇无敌 将魔教大军的注意力 尽数吸引过去 但随着周围压力越来越大 水奇林虽然吼声震耳 但已然渐渐露出颓势 尤其是人群中 不时出现了一些修道之士 以法宝攻击 对水奇林伤害犹大 加上周围无穷无尽 如蚂蚁般疯狂 涌上的魔教大军 小半个时辰之后 水奇林终于也露出了 魏切之色 身上伤痕累累 猛然间 只见他巨头一晃 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吼 却是反身大步 冲开一条血路 再度跳回到 避水寒潭之中 潜入深水 再不露面了 虽然玉京殿上的正道中人 大都已经在 刚才那场战斗中 看出了结果 但当水奇林果然 不敌而逃的时候 每个人面上 仍是露出了痛楚之色 看着那黑洋洋一片的 魔教照牙 再度转向这里 一股绝望的气息 弥漫在人群之中 陆雪奇挣扎着站起身 将天涯神剑轻轻举起 横在自己颈边 火米吃了已经刚想阻拦 陆雪奇却已经轻轻的 世界 算了 已经没有可能了 我宁愿自尽 也不愿再让那些人的 脏手杀我 文明眼中很累 呼得身后传来一阵脚步 他回头一看 身子一震 却是大竹风的宋大人 全身浴血 默默站在他身后 文明深深地看了眼宋大人 宋大人笑了笑 伸出手 拉住他白皙的手掌 紧紧握在手中 文明像是 忽然得到了勇气 面上不再有恐惧与绝望 慢慢地露出了一丝温柔的笑意 他回过头 对着陆雪奇 轻轻地 师妹 你安心去吧 我们也马上就来陪你了 陆雪奇看了一眼 他们紧紧相握的手掌 还有互相依偎的身影 嘴角慢慢也露出一丝笑意 随后 他闭上眼睛 在心中轻轻呼唤着 小凡 我们来生再见 天涯神剑的冰寒之气 像是透过肌肤刺入血脉 他微微笑着 手上猛然抓紧剑柄 突然就在此刻 旁边文明突然惊叫一声 师妹 等等 陆雪奇愣了一下 放下天涯 愕然道 什么 文明转过身子 却是望向通天风的后山 惊恶万分地说道 你听 你听 那是什么声音 原本狂暴喧闹的战场上 不知为何 忽然间变得 安静下来 没有一点声音 那些张牙舞爪的魔教大军 一个个都正在原地 沉默的静谧中 古老的通天风 整座山脉 竟是缓缓颤抖起来 一声低沉的长啸 从通天风后山迸发而出 逐渐拔高 转为激昂清月 胜烈惊水直冲云霄 在笑声之中 一道巨大的豪光重天而起 如被禁锢了千年万年的巨龙 轰然月初迟成九天 呼风唤雨而来 狂风呼啸 天地变色 群山净数低头 无数人手中的法宝兵刃 全部开始微微自行颤抖起来 朱仙 朱仙 那是朱仙 呼的一阵带着狂喜的呼喊 在玉清殿前响起 清云门残存的弟子中 就算是身负重伤的 也仿佛完全忘却了痛苦 纷纷挣扎着站起身来 那璀璨而壮观的光柱 同天灌地不可一世 仿佛就是他们心中 无与伦比的骄傲 与寄托 朱仙 被蟹色鸿芒遮住的天穷 顿时被这股突如其来的光辉 就逼了开去 璀璨的光芒 翱翔于九天之下 飞驰而来 在铜田风的上空 豁然奔发 放射出万丈光吗 如赤士的太阳落入人间 将所有的黑暗尽数驱离 那光影深处 一个身影缓缓显露出来 只是那光辉实在太过灿烂 竟不能看清他的容颜 只是在光影闪烁之间 人们分明清楚地看到 那个人影的手中 缓缓举起了一把骨剑 朱仙骨剑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玄幻 多人精品有声剧 朱仙 喂 你叫什么名字 商小凡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玄幻 多人精品有声剧 朱仙 作者萧鼎 演播木球 第664集 朱仙 瞬间玉清殿上 爆发着一阵震天般的 呼喊 欢呼声 文明与宋大人 都是热泪盈眶 只有陆雪奇 身子忽然摇晃一下 面上露出 不可置信的神情 只是此刻 人人眼望天际 无人发现 它的意义啊 天际之上的 那个身影 虽然融在光辉之中 若隐若现 看不清楚 但那轮廓影子 却早已经深深地 露刻在她的心中 死也不会忘却 又怎会认不出来 小凡 她在心中千百次地呼喊着 用手紧紧抓住了胸口衣巾 像是只有这样 才能压制自己 那狂跳的心 此刻魔教那边 天际之上的 鬼影血球 显然也早就发现了 这神秘来客 隆隆转了过来 两边都是光滑罩体 一白一红 隐隐有对质之意 变革之后 呼得从血球之中 传出一人 带着暴怒之意的声音 原来是你 面对鬼王的质问 那光滑之中的身影 没有任何回答 他只是举起了 手中的诸仙古剑 瞬间一笑之声顿起 苍茫苍穹之下 星云山脉 七座山峰之上 猛然射出七道彩色光处 冲天而起 如蛟龙行天 划过天际 最终汇聚到那诸仙古剑上 一笑之声越来越响 令天底间 都充斥了这个声音 片刻之后 仿佛过往时光再度呈现 天穹之下 那巨大的彩色器剑出现了 曾经在无数人心目中 流传的诸仙前阵 终于再一次地 现身于人间 去死吧 怒吓声中 天空中那诡异的血球 也发生了变化 血迹滚滚向两侧退开 露出了其中的真面目 众人望去 以他们见识广博 竟也都是禁不住木等口呆 倒吸了一口凉气 血球正中 被团团巨大血迹笼罩其中的 赫然是已经完全变作血红色的浮龙顶 但最诡异的却是 鬼王的身躯竟然已经大半化在这浮龙顶中 只留下胸口以上和头颅在骨顶之上 面目扭曲得争鸣无比 狠狠盯着对面那璀璨光辉中的人影 一招手 顿时像是距离牵引 半边天际上无数血气 竟然全数被隆隆卷起 声势之大无与伦比 如红桃巨波一般 血气红云 在鬼王手中竟化作横耿天际长达万丈的巨大红毛 赤射的电芒在旗上思思乱窜 可不知极 赏我将你四十万段 臭伤 死心裂肺一般的嘶吼 鬼王像是完全丧失了理智 只剩下杀戮的渴望 巨大无比的红毛 红然撞向诸仙光辉 童天风声 尽管对诸仙剑阵有着无比的信心 但目睹鬼王这盖室魔威 仍是人人变色 说不出话了 陆学齐更是脸色苍白 紧紧盯着天际之上 这一次出现的诸仙剑阵 与前两次盗玄真人驱动的诸仙剑阵 并不一样 天际之上 除了仍有一柄不可一世 闭逆世间的彩色巨大气剑之外 原先变化万千 蒲天盖地的亿万小气剑 却是并未出现 然而不知为何 虽然只有一柄弃剑 但诸仙剑阵内 透出的那股黄黄之力 竟然比之过去 又过之而无不及 在光辉之上的彩色巨剑 一个小小的移动 都仿佛隐约 又撕裂苍穹 扯动星辰之可不之力 眼看那巨大无比的红毛 颇空而来 势不可的 人群中已经有人惊呼出声 但那光辉之中的人影 却是连闪避的意思都没有 相反的 他竟是迎着那巨大红毛 猛然双手持剑向前一挥 顿时天际风雷乍向 隆隆而坐 晴天之上 朱仙巨剑猛然转身 对着那红色巨毛 当面劈去 两把可怖的巨大冰刃 在天穹之上轰然对撞 瞬间迸发出 比太阳更赤热千百倍的 灼热闪光 没有人可以睁开眼睛 只听到巨像声中 地动山摇 正座青云山脉 竟也像是抵挡不住天地巨威 畏惧地想要低下头去 光滑散去 众人迫不及待 向天空望去 赫然只见那激烈的天穹战场上 出现一个巨大的气流漩涡 深邃的黑色 如无敌深渊 冷冷地注视着繁俗世间 漩涡之下 彩色逐渐俱剑 赫然七彩 朱色进退 化作一把赤热耀眼的白色光剑 刺破苍穹 带着毁天灭地一般的气势 劈了下去 红色的巨毛 隐身而断 可怕的惨叫 发自和扶龙顶合为一体的鬼王口中 他带着不可置信的绝望 甚至双眼中已经流出了鲜血 狂吼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要修罗之力 我要修罗 最后的化身 被淹没在狂暴的风中 朱仙剑劈开了巨大血毛 却并未收退 而是顺势直冲过去 刹那间整个苍穹 都被朱仙古剑的光辉所拢着 天气风云滚滚 仿佛上天下地 朱天神魔 此刻都为之颤抖畏惧 那可怖的朱仙之力 那一剑 直刺向浮龙顶 直刺向鬼王 直刺向血球深处 那团团红云罪恶深处 赤热的光芒燃烧了一切 将天气所有的血盲卷起撕碎 风云雷电 嘶吼不休 忽视的残云被席卷而上 吞没到天穷 那个深不可测的黑色漩涡之中 鬼王面露绝望之色 但绝望之中 更露出了疯狂 他狂笑着 狂喊着 双手挥舞 猛然间插入 扶龙顶顶身之上 那张恶魔面孔的双眼之中 红一声怒雷 刹那间 烟过天穷之上的 所有声音 鬼王的双眼 突然喷出两道血柱 重伤之余的他 竟然仍是狂笑不止 而扶龙顶上 如被激发了最后的神威 一个可怖的血色身影 高达万丈 在鬼王爽口缓缓成情 去死吧 疯狂的吼声向彻天际 那个诡异的血魔影 轰然而动 带着可怖气势 牵动了漫天血气 再度向诸仙光辉扑去 而诸仙古剑 化作那一道赤热白光之剑 也在下一刻 刺中了扶龙顶 可怕的吼叫声中 带着撕心裂肺的痛楚 奔发出刺目耀眼的光滑背后 一个人影硬生生地 被诸仙古剑 从扶龙顶中逼了出去 像是丧失了全部力量 远远飞了出去 消失在远方天际 再也看不见了 而这个时候 那个可怕的血魔影 已扑到光辉中的人影身前 失去了诸仙古剑的护驰 那个人影现在看来 在血魔影万丈身躯 可怕的力量之前 仿佛弱不禁风 狂乎之中 那个光辉中的身影赫然一把 把血魔影抓起来 只不过片刻功夫 瞬间光滑尽散 那其中人影 也顿时被血影吞目 通天风上 人们大惊失色 尖叫连连 独学其身子大震 面上血色惊失 哇的一声 喷出了一大口咸血 身子摇摇欲坠 突然 那眼看获得胜利 而猖狂大笑的血魔影 巨大身躯猛然一将 倒飞而回的诸仙巨剑 闪烁着赤热光辉的诸仙之力 从背后 插入了他的胸膛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玄幻 多人精品有声剧 诸仙 喂 你叫什么名字 伤小凡 人们都清醒过来 撑到这里 人人面面相去 噩梦之后 仿佛竟有种 不可置信的感觉 胜了 我们胜了 每个人都互相 如此询问着 涉零晃 像是不能相信 眼前这一切 文明和宋大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片刻也再也不舍地分开 扮上之后文明 才想起什么 流着泪 却带着笑 转过头去看陆雪奇 口中苦笑难辨地叫道 师妹 师妹 你看我们 他的话声突然置住了 在他身后 陆雪奇 陆雪奇 整个身子轻倒 像是再也没有 丝毫升起一般 整个人昏倒了过去 只是 这小小的悲伤 很快就被 童田风上下爆发出的 如波涛般欢呼声 给淹没了 天际之上的 那个漩涡 缓缓消失 何去的阳光 再次洒向人间 带着久违的和平与温暖 白云悠悠 飘荡在群山之上 清风吹颂 说不出的 悠闲事意 在曾经是 胡琪山的地方 那个巨大深渊 此刻已经没有了 刺眼的血色光影 不过从深渊深处 仍然不时 传来一丝热气 隐隐有岩浆奔流的声音 在深渊之前 一个男人的身影 孤单单地坐着 他双眼紧闭 看着却是瞎了 熊颜苍老 人形枯高 不时低声地 说着些什么 许久 他慢慢地 倒了下去 躺在地面之上 粗色的地面 传来一阵 坚实的感觉 他的嘴角边 慢慢露出一丝笑意 口中 轻轻地叫了一声 小儿 这声音传荡出去 没有任何回答 他轻轻喘息了一阵 慢慢地 停止了呼吸 又过了好久 从远处走来一个身影 是一个黑纱蒙面的女子 身影窑窍 正是失踪许久的幽击 他看到深渊旁 竟有个颓然倒地的身影 身子一阵 立即掠了过去 这是终究 是无力回天 扶着那个男人的身体 她的眼眶 微微有些发红 黑纱背后 传来 她嘀嘀哽咽的微气声 就在这时 突然在她身后的深渊之中 那深沉的黑暗里 却回想起了一个清脆的铃铛声音 尤其身子大阵 似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猛然转过身子 向深渊望去 却除了深深的黑暗之外 什么都看不到 铃声清脆 悠扬飘荡 从深渊中回响而出 融入了山峰之中 青云山下河阳城外 一行人缓缓沿着 荒野古道而行 卖面笑容的小环 呼得挥过头来笑颜如花 对身后众人笑着问道 铃儿姐姐 你说的是真的吗 今后你真的放下一切 就跟着我们一起浪迹天涯 一声鹅黄衣裳 娇美无双 神经焕发的金银儿 炎然一笑 伸手搂住向环肩膀 笑了笑 两人并肩走去 身后却传来一阵抱怨之声 正是周一仙 野狗道人从喋喋不休的 周一仙身旁走过 呵呵一笑 也不答话 却是加快脚步 向前头那两个窈窕身影追去 那远方巍峨高耸的青云山脉 直插入云气势雄伟 她的嘴角边 慢慢露出一丝笑容 眼中闪过淡淡的一道 锐质光芒 爷爷快走了 背后传来远处小桓的呼喊声 周一仙和和一笑 转过山来 时光悠悠 不知一转眼 又是多少光阴流逝 陆雪杰接身了小竹风 首座之位 追日遇见出行 前往大竹风 看望已经与大竹风 首座宋大人成亲的师姐闻名 两师姐妹多日不见 见面自然便是好一番轻柔说话 从早间一直聊到中午 陆雪奇才起声告辞 宋大人与文敏一起送了出来 三人站在首庆堂外 陆雪奇环顾周围 对文敏微笑道 这里好像很是清静 文敏微笑点头 宋大人也笑起来 说道 其实本来大竹风上 也颇为热闹的 只是这段日子 几位师弟都出去修行 没有人气 自然就安静了 还有啊 原先我们这里有一头大黄的 是我师父 从小养到大的大狗 谁知这几日 居然也不见了踪影 连狗肺声也听不见了 还真是奇了怪了 多半也是大黄 嫌弃你喂它东西太过难吃 这才不好了 宋大人含含一笑 也不在意 陆雪奇看着他们 夫妻恩爱 心中也颇感欣慰 当下说笑两声 便告辞离开了大竹风 他白衣飘飘 欲见而行 这一日忽然心中有所烦闷 不想立刻回到小竹风上 或许是刚才师姐恩爱的情景 令他心境触动 一时间竟有种不能自已的感觉 不知不觉中 他却是下了青云山 来到那座曾经魂牵梦营的 草庙村废墟之外 方造七七 清风转阵 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 他漠然站立许久 轻轻叹了一口气 心里容颜之上 仿佛添了几分忧愁 迈动脚步 他缓缓而行 进步向着废墟深处走去 残缘断壁 坟里两旁 在青草清风中 静静地站立着 他悄然前行 目光迷离 向着周围默默看着 眼中柔情无限 突然 他身子一阵 不可置心一般地停下脚步 这间前方废墟深处 竟是心立了一座简陋木屋 屋上歪歪地竖着一个烟囱 还正在向外 飘着青烟 胡子外边 堆放着两堆柴垢 在屋檐之下 挂着一只小小风铃 风铃之上不知为何 还记着一片绿色的一角碎片 在悠悠吹来的青风里 发出清脆的声音 一阵诱人的响气 从那木屋之中飘出 一阵奇怪的叫声 猛然从那木屋中响起 随后这件黄影一闪 却是从屋中 窜出了一条老大的黄狗来 满面堆环撒开碎脚就跑 在狗背上居然还骑着 一只灰毛猴子 面上少见的居然有三只眼睛 手中抓着一只香喷喷的肉骨头 另一只手紧紧地抓住 黄狗脖子 口中乱叫 大概是催促着 黄狗快跑吧 紧接着从屋中 跑出一个男子 粗衣麻酷 面上好似苦笑一般 大声喊道 死狗 死猴子 你们又来偷肉骨头吃了 呼的 他震住了 眼中倒映出陆雪奇 站在前方的身影 两个人 就这般站着不动 彼此凝望着 多少岁月 人间情仇 忽然都在这深深一眼之中 然后他们同时笑了起来 一阵清风吹过 屋檐下的铃铛 随风而响 绿色衣角 轻轻飘起 仿佛也带着几分笑意 清脆的铃声 随着风而飘然而上 回荡在天地之间 诸仙到目前为止 已经全部播讲完毕了 新书 神医器女 正在紧锣密鼓当中 大家静静期待 我们下一本书 神医器女见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玄幻 多人精品有声剧 朱仙 喂 你叫什么名字 伤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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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小凡